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会经历两个家庭 一个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和父母 或者还有兄弟姐妹一起构建的家庭 就叫做原生家庭 另一个就是结婚后夫妻和自己的孩子组建的新的家庭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原生家庭的影响 说幸运的人可以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运的人是用一生治愈童年 也有不少人都会把原生家庭当作一个很负面的概念 觉得自己一生中所有的不幸遭遇 都能让原生家庭来背锅 无论是职业发展亲密关系还是情绪问题等等 许多人已经习惯了把原生家庭当作解释的借口 觉得自己长久的伤痛都是父母的过错 其实这种认识就过于绝对了 从心理学上来讲 这些人把一切归咎于原生家庭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如果原生家庭能帮助我们 减少一点自我责难的感觉 我们就会慢慢习惯这么去做 所以在当下我们对于原生家庭甚至已经觉得有些可怕了 那么我们对于原生家庭正确的认识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做一个真正成熟独立的人 许多习惯了把原生家庭当作自己推脱的借口的人 其实都有着一个特征 那就是他们只是刚刚获得了假性独立 这部分人即使是成年了之后 也只会用人格层面上的本事去对抗伤痛 更像是一种死撑着的坚强 看起来能够积极主动的承担生活里的压力 但其实内心还是被伤痛和恐惧所驱使 被过去所驱使 如果我们心里一直对原生家庭耿耿于怀 我们虽然在社会上可能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其实很难谈得上人生幸福 走不出童年的伤痛 我们其实就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 而一个真正成熟独立的人 能够真正面对和穿越自己经历过的阴影 用自己内在的力量真正疗愈自己经历过的伤痛 所以即使他们有时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他们也能和自己的内在达成和解 用平和而坚定的态度去实践自己的原则和立场 并对自己的事情负责 而这种真正独立的人 才能真正摆脱原生家庭对于自己的影响 摆脱消极被动的状态 那么我们该如何真正去改变原生家庭对于自己的影响呢 认同我们的父母也有不幸的童年 对自己的孩子不好的父母 往往他们教养孩子的方式 就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父母 其实我们的父母很有可能 也是拥有着不幸童年的人 而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机会科学 也认识到他们需要改变这种模式 而把不幸的方式又延续了一代 要知道我们自己做事情都做不到完美 为什么要如此双标的认为 父母的教育就必须完美呢 在刚刚生下你的时候 父母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正是迷茫无措的时候 所以少一点对他们的苛责吧 而当下我们在已经意识到原生 家庭可能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最该做的就是在自己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去避免原生家庭中的那些负面影响 选择更合适的培养方法 坚持科学的培养过程 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摆脱 原生家庭的一些负面影响 而作为父母的我们也会为此感到欣慰 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原生家庭的一种解脱 认清过去已经不可更改的事实 无论我们的原生家庭曾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们都没有机会再回去重新过一遍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把自己经历过的伤痛 当作自己必须经历的一段生命里程 其实这是我们人生经历里已经发生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对于过去始终充满悔恨 我们注定没办法在接下来的生命旅途中 给出心中的爱 放下与父母的纠缠 去理解他们为人父母时的一些过失 去和他们进行和解 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对于创伤的疗愈 换一个情境就是换一个心情 不同情境我们本身感受到 的情感本身就是有差异的 所以原生家庭只是你过去经历过的一个情境 但你现在日常所处的情境 早就和过去的原生家庭不同了 无论还在学校或者已经工作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其实和我们还是孩子时 已经截然不同了 我们甚至还有了新生家庭 我们有机会去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在不同的情境里去体验各种积极的情感模式 我们也能借助不同的情境 去看看其他人是如何表达爱的 是如何处理和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的 这种吸取周围人经验的方式 也是我们在情境里能够得到的疗愈之一 必要时寻找专业的心理援助 当你觉得自己无法调节好自己的心理状态时 我们不要觉得向外求助是很丢人的一件事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往往能够帮助你找到心理问题的根源 要注意的是如果想要治愈原生家庭的创伤 来自父亲的伤害 最好寻找一位和父亲年龄相仿的男性心理咨询师 来自母亲的伤害则找一位和母亲年纪相仿的女性治疗师 这样能够对我们内心的伤害 起到更加直接的治愈效果 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从来不是我们的原生家庭 只有我们自己接纳了原生家庭的不完美 自己的不完美 我们才能学会打破原生家庭的桎 去活出自己的人生 更能把更好的自己带进我们的新生家庭 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因为原生家庭蒙受痛苦 感谢观看